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2日凌晨三时 伴随着刺耳的战斗机轰鸣声 约320万的德国士兵如同虎狼出荣突向了苏联 由于苏联军方废料到德国一进攻就投入数百万的军队 因而在措手不及之中权限崩溃 而苏联这一崩溃 德国装甲部队直接一口气自德苏边疆 达到了富尔加和西安高加索山脉的北坡 将欧洲人认知中 苏联最处于的区域都打下来了 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乌克兰的肥沃土地和高加索 和离海两个地区的石油 它们也可能源源不断的为德国占领军提供充足的食物 另一个则能让德国以重的飞机坦克动起来 与此同时前俄罗斯帝国留给苏联的重要工业遗产 莫斯科工业区列宁格勒工业区 分别在开始于1941年10月的莫斯科宝贝战 和始于1941年9月9日的列宁格勒战役中变成了废墟 按照战前德国情报的估计 达到如此悲壮的程度 苏联已经完全丧失了可持续生产的工业制造能力 只需等待苏联将已有工业成品消耗殆尽 德国就能结束整个对苏战役 然而让德国尴尬的是 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就立马深刻反思了前俄罗斯帝国 将工业集中建立在西部的隐患 于是非常有先见知名地执行了工业东扩战略 选中俄罗斯欧洲部 分和亚洲部分交汇的乌拉尔山脉 建立了著名的乌拉尔工业区 依靠着乌拉尔山脉运藏的大量矿物资源 该工业区很快就发展成了以采矿 野金、机械、化工为主导的资源形重型工业区 而这些东西在二战时 配合上从莫斯科、列宁格勒搬来的军工生产车间 很快就能直接生产出武器了 虽说不能完全满足苏联士兵的前线消耗 但足够其防御德国士兵进一步东进 得以让苏联撑到英国 美国全面军事支援的到来 换句话依靠着自身的先见之名 苏联成功做到了空间换时间 假如没有乌拉尔工业区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瘫痪的现实下 德国真有可能完成他的巴巴罗萨计划 趁英美还没回过神占据苏联 然后依托俄罗斯的资源和欧洲的工业基础进军全球 那时可能就算美国火力全开 都不一定能打赢德国 德国一统全球的愿景 说不定就真的被其实现了 配图来源网络 版权人若觉不妥 联系我们 立马删除参看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 阿诺德汤英比主编斯大林 和战前苏联兵器工业毛德基 随化学院学报2003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摆孔赛求斯大林